词曲 李宗盛 但是我们看到日方刚才这个闪身做得比较利落 看来这个直线推法确实是如您所说 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直线进攻 这样一个 开始了试探 陈志诚这名队员他的打法非常灵活 在前面的比赛中 我相信也给观众朋友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刘老师 一您看现在空手道这名选手一直似乎 比如说太极 这个基本的空手道 空手道这名运动员在第三回合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战术 他加上腿法进攻 尤其是像低腿进攻破坏太极拳选手的重心 对他来讲效果应该会更直接一些 是的 现在防守我们觉得空手道选手 你看防守他看的比较严手是两扇门了 攻防转换应该使对方能够造成防不胜防 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但是我看他似乎很习惯用拳 一个下扫 一个是摔位 然后撞到了一起 其实在这个比赛中拿拳得分 其实腿法得分还是很直接 但是呢你没有手法的掩护配合呀 那么你的推法使用呢也不一定能够奏效 是 那么我们看空手道队的这名队员呢 他似乎全法很依赖 上支阁法结合呢应该再做的再流畅一些 比赛结果 红方太极拳队胜 他的对手北野元气 今年25岁 身高1米75 体重是67 哦 好的 投授棚那个腿法很重 这种这个推手的功夫啊 那是非常的有力道 是 看来呢对方不是等闲之位 没错抗摔能力也很强啊 哎呦漂亮 好猴志峰也是好的一个转身白腿啊 好又紧跟着一个下皮 鼓动使用摔法但是可以接腿摔 哎呀没有摔倒又会反接腿哎呀 对对方这个力点呢这种控制啊 还是在他的这种掌握之中 嗯 所以他有一个挑战 是的 好 上了一个高腿 好猴志峰一个低扫 漂亮接住腿了 哎呀 人家摔倒啊 你自己稳稳的站在那里 才有可能得分 所以这个攻防进退收放这个度啊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腾空白腿 主动的摔法啊 那么就做了反正的变化 打的也是非常头部啊 我倒是建议注意加强头部的防护啊 因为打到这种时候漂亮 一个慢 对方也很容易看出来他要干嘛 动作预兆 所以我们有意别带行带行 太极拳队上 三位是俄眉传奇第九战 您 我是董江涛 现在进行的是男子气 军运气超级战 红方选手韩飞龙对阵日本 男方选手招仓风数 对韩飞龙呢是我们我国著名 一直呢把这个太极的一些技战 风数还是在做一些 哦 转身的风灯 下批年轻的几个拳 哦 好 好 后手之间 看招仓风数正当 今天这个招仓风数我看他手拿的呀很低 正当着我们蜀汉五虎大将当中的赵云的角色 所谓子龙丹记退追兵 为蜀汉立下汉马风楼 好 所以才跟裁判时宜啊 好 前摆 好 前摆 下批 还有这个下批 请问董老师 下批这个动作是来源于哪一种说的 这个抬拳 在自由国际这个比赛当中 下批可的这个力道比较大 施大力尘 而且这个进攻的这个角度啊 选拳 选手这个动作质量上看明显是不会列于这个 韩培龙的动作质量 无论以及速度力量来看 而且还有包括观赏性 对 这个韩培龙的动作非常漂亮 对 对 就是摔法是不得分的 不进入这个裁判评判的因素 一靠近韩培龙的当部 所以裁判要提示他要注意一点 又是一个接队 听众刚才的目的是想少提她这个支撑腿 让她这个失去平衡 但是没有成功 就是这之后一时不知道 Abhay这样的该怎么做 迟迟迟迟迟了 看招装风度已经连续做 你三条进都非常明显 对 我看刚才是双双封住一个 又是一个下劈腿 斜下劈下来了 这腿摔不得分 这种好多的方法 这就是他破坏对手进攻节奏的一种方式 出腿就让你倒进出腿这样 身体就要调整距离 节奏就会被打破 还是很像 韩天龙连续的组合拳 但是落空 是的 现在非常精彩 转身后肩踢到刀铺 这个是很痛很痛的 这个转身的后白腿是应该从 比赛继续进行 好 连续全爬组合进攻 但是 又是一个舍身 刚刚洪峰先生那个是超人权 很闪避啊 但是也还是很危险 挂着他下方过去了 好 转身 好 转身 双方全爬护锅 这两个选手打起来场面很多序剧化的 日本选手在场上的这种表现非常的放松 好 连续的组合拳追击 韩飞龙步步紧逼是吧 对 日本选手这架势啊有点打野架的感觉 最后十秒 好 再次准身踢 判定 红方 射 恭喜韩飞龙 你好 欢迎继续收看俄美传奇世界格斗冠军赛 这是一国际 对手呢是钢萨雷斯 拿过ISKA 一个技法 一个摔法 一个摔法 结果这个摔 国际雷台上这种主动爆摔呢是不会允许的 也有其他的选手穿长裤在雷台上打比赛 好 我们继续看比赛 好 这是一个接腿 接到腿之后是放弃的这个继续 小踢的这个 这个身形的一个转移啊 是不是有点带一点这个太极拳训练的这种味道 就是所谓 所以你有千斤力 我来破千斤 一个扫腿过来之后呢 我顺着你的劲儿 技法的这个运动 运用当中啊 还是包含了一些太极拳 他那一些 小神踢 哦 踢到了对手 非常漂亮 然后在话音未落的时候呢 韩非隆就做了一个小神踢 踢到了 好 现在双方第四局八法阵的比赛又开始了 太极方的手类的第一个弟子呢 又是张浩南 他在第一局的这个八法阵比赛里头呢 就坚持了很长的时间 太极方的破阵弟子呢 是李壮 应该呢 相辅 相成相得益彰 对这个动作有预判 但太这个少林的弟子 确实很凶啊上来之后 你看 确实对于这个破阵的一方是比较难的 看起来 知道 一床一个霸浪举警了 这个人的 看起来笑笑这个啊 这个手个子上相对小一些 但是他还要踢对方的头啊 有点难 同时下类 是不起作用的 如果是 直接使用高捶 直线阶法 那又容易踢对方反个胜兆 一般呢都要有一个拳法或者是 踢腿的故意 现在少林的这个弟子体能要是下降 其实作为太极选手要注意动作的这种规范性 所以太极这个选手呢 他也是对市的把握 对这个时机的把握比较准确 时间不多了 陈师傅和吴师傅呢 两位严阵以待 谈谈对方去实先 一开始吴师傅先下手为强 用太极的村民手呢 打出第一局 打中陈师傅的嘛 这拳就很厉害了 陈师傅把吴师傅打出成圈之外 幸好他翻身翻得快 拳正叫大家停一停先 双方站定阵脚再次来过 这边大家都好像中了锤 没什么好处是吃底的嘛 这个是第二个角度了 现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 看看吴师傅怎样打中陈师傅那一拳 而陈师傅是怎样将吴师傅 刚刚一拳打到城边那拳 第二个回合了 看看双方又用什么的招数了 双方都是首先探一下虚实先 一开始吴师傅立刻拉他 一拳打中陈师傅 陈师傅立刻展开猛烈的板弓 其实刚才那拳打得很硬的 现在吴师傅是猛烈的 就是希望撒到陈师傅的手里 撒中了让他的手受痛 出拳的时候没那么大力 看看这下吴师傅一下牵阳手 再拖陈师傅近来就一拳打出方向 让大家可以看到 吴师傅用太极的前锋手 即是左手 是逼着陈师傅的进攻的 他一撲起来 他就用左直拳冲出 令到陈师傅没法迫他身的 因为大家知道 如果陈师傅的拳法那么迅速 一打迫身的时候 对吴师傅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谢谢你 我感谢你